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给你们做一期 我最近的购物分享 我最近都买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疫情宅在家里 我都网购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第一个我想分享的 就是我前一阵子在东东多的 爱马仕店里买了一个 这个Kelly的钱包长款的 我当时种草这个长钱包 是因为我在路上看 有一个很有气场的女生 她就这样拿着这个 然后这边挂了一个 Fendi的大毛球 然后就这样拿着 我觉得哇好有气场 就感觉很有气质 我最近看这款钱包 出了一个带肩背的带子 一个wallet on chain的款式 然后那个还可以卸下来 我觉得如果你们想 让它可以肩背的话 可以去买那个款式 这个容量其实很厉害 它可以装下手机 我给你们打开一下 它这个容量其实很厉害 打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锁头 我这个手机是新款 那个三个上摇头 那个大的版本 然后这个手机装下 就完全没有问题 你们看 就是盖上有口 我觉得这个容量 真的是非常厉害 就是你平时出去 不想拿任何包 不想背包 就想手拎一个东西 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把它当一个钱包来用的话 它的使用性并没有那么高 因为现在包包都太小了 把它装进你日常的包里 它有可能就是说塞不进去的 这种情况 或者是露出一个头来 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款的 就是冲着它的颜值 我会先把我买的爱马仕的 这些产品都说完以后 然后再会分享其他的东西 那第二个我要分享的 也是一个爱马仕的配货 我是在夏威夷买的 然后是一个这个小号的小马 然后是一个babyblue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超级可爱 就很萌挂在包上 它很小很小的一个size 我是觉得这个size 对我来说是刚好 因为我包都还蛮小的 如果你包很大的话 你可以去买中号 但大号就是非常非常大了 而且小号的小马 其实还蛮难买的 就这个size 就就且买且珍惜吧 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那下一个我要分享的 也是一个很多人都会买的一个配货 但是我还蛮喜欢它的 就是这个爱马仕的这个大盘子 我买的是这个棕色 然后它是双面的 我觉得它做的非常有质感 你们看它这个缝线 质量特别特别好 而且很厚实 颜色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 你平时把它当一个拍照背景 就是很高级很好看 而且特别暖和 我平时在沙发上 比如说躺着 就盖一下它 就是在身上 配货来买的话 它还是蛮值得的一个配货 下一个我想分享的是一个香水瓶子 它里面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漏斗 可以让你把香水放到这个瓶子里 这个瓶子是一个皮质的 在这个视频上看着很亮 但实际上是很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就有点粉紫色的感觉 你可以把你想要随身携带的香水 灌到这个瓶子里 然后把它放到包包 拿出来很好看 很有气质 我超喜欢的 特别有质感 下一个我买的是一双鞋 就是它这个白色配银扣的凯莉拖鞋 我觉得超好看 超有气质的 然后它这边是粉彩色的布面在里面 这个我买大了半码 买了38码 我平时是37.5的脚 因为它有一点点脊脚的感觉 前面 这边扣子都是可以拧的 我觉得超好看的 这双鞋 下一个是最后一样 我给你们分享的爱马仕产品 就是这个 这也是作为配货来买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表 它是非常经典 然后很小size的皮表带的这个 棕色皮表带 我觉得很有气质 很小小一个 也没有说额外的钻啊 这种装饰 平时日常很适合 所以我现在其实都会带它出门 OK那分享完爱马仕的东西 我再给你们分享 最近买了一些别的牌子的东西 主要是鞋子 还有网购的一些东西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我这个买回来之后 还没有拆开 这是LV的一双鞋 我觉得特别好看 我已经当时想买很久 但是一直在纠结 就感觉它没什么太大的特点 但是呢 我又觉得很casual 很随性的一双鞋 这也是我LV的第一双鞋 我之前没有在LV买过鞋子的 是一双这种布面牛仔蓝的一双鞋子 你们不觉得有点像矿威吗 所以我当时有点纠结 我觉得其实版型跟矿威一样 但是这个要这么贵 那我就觉得它这个牛仔的面 然后上面有这个LV的老花楼 我觉得好casual 就很复古 很casual 很好看的 这双鞋真的是严重偏麻 我平时是37.5的脚 然后这双我买的是36嘛 我还会有一点点大 这sales还送了我一双鞋垫 穿上鞋垫之后是刚刚好的 这个size就是很迷 OK那分享完这个 我再分享下一双也是一双鞋子 下一个我买的东西 是选量的一双鞋 这个我也是买 后来还没有拆开 我会给你们拆开分享一下吧 我其实去店的人是想看包的 想问一下mini CF的浅色 也没有任何包 他们说mini CF只有亮粉色 这种就奇怪的颜色 算了 然后就看看鞋 然后就种草了这一双 就是这一双 就他们最经典的这个渔夫鞋 据说穿上很舒服 而且现在春天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然后可以买这种一脚灯 很舒服很方便 然后下一个我要分享的 也是一双鞋子 OK我刚刚把它拆出来 就是它是1Z350 最近新出的那个配色 你们看就是这个颜色 是有点绿灰树微草配橙色 我觉得这个配色超好看 很适合夏天 最近我看还出了一个黑色纯黑的那一款 那个我就是完全没有去抽签 我觉得黑色不是特别适合我 但这个颜色真的是好好看哦 我平时不是37.5的脚 就US7.5女生的嘛 这个我买的是6码的男款 就是穿上是OK的 下一个我想分享的是我收到的公关品 我很喜欢 然后它寄给我的美瞳 我觉得真的是好好看哦 我是在加拿大这边的APP 叫Pokemall 它给我的一个Voucher 然后我可以去下单这些美瞳 这个真的是还蛮便宜的 我记得这一盒才20加币 我平时也会带这个Liuwen这个牌子的美瞳 这个我还没有带过 叫INZ Collection 我准备试一试 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喜欢 Liuwen我现在眼睛上带的这个就是它家的 就直径很大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现在上眼带的这个叫Creme Beige 我觉得这个颜色超好看 就很有混血感 然后它很有放大眼睛的效果 那推荐这些给你们 你可以去那个Pokemall去买一买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 近期的购物分享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好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然后来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